我想要介紹一個套件 它是以Domain來Block JavaScript的套件 大家如果先做個介紹 我叫日落 名字是ZERO 之前我有在路線拍賣KBOX 然後我現在是在犀牛盾手機保護盒 不是做手機保護盒 我們做IT OK 我之前是CoastCup記錄組 今年是我第十年參加CoastCup 也感謝大家參與還有幫忙 我也有在其他的研討會跑退 除了TECOM以外 TECOM 算了 受害者 OK 那今天要介紹這個Plugin 它叫Script Step 它會把Domain來讓瀏覽器 或是讓你來決定要不要載入這個JavaScript 所以當你選單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這個網站會load哪一些JavaScript 然後從哪一個Domainload進來 所以像Google Analytics 你就可以要求它不要載入你的標誌行 那當然它除了像浮克蘭以外 像Youtube也會有 所以像如果你把Google DoubleClick.net擋掉的話呢 你就看影片的時候其實廣告就跳不出來 因為它根本載你進來 對 所以它有一些功用 那在隱私上面有什麼保護呢 就是如果你去看Google Analytics 或是有一些其他來追蹤或分析的工具 那你就可以把它flog掉 那一些網站就會沒有辦法追蹤你的一舉一動 OK 然後Squirt在SquirtSafe 在Fivebox以後是part-on 那所以你也可以在Fivebox上面安裝 那安裝完呢 你會需要設定白名單 就是從哪一些Domain是可以接受的 哪一些Domain是不能接受的 那從白名單開始一個一個允許 其實還蠻辛苦的 所以我把我的白名單匯出來了 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話呢 你們可以掃個QR Code 然後拿到一個設定檔 那如果你對我的一些白名單有疑問的話呢 你們可以送一些Full Request 或是直接更新它也OK OK 那大概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順便讓自己知道哪些網站做了哪些事情 好 那我想講大概就講到這邊 然後我想做一下工廠時間 那個我們新牛頓real show 我們有在徵PHP的Backend Engineer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104或是直接來找我也可以 那我們總公司在台中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早上的那個開月禮食鬼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參觀 那第三個沒有人房 有人要房 應該是沒有啊 所以那就感謝大家囉 然後接下來是 是 就是 就是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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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做教練 做教練 就是 教練